其實我覺得改男歌手的歌 無論什麼語言都比較容易 因為唱出來時比較性都會不同的方向 壓力都沒有那麼大 反而唱男歌手可以free-free-flow 例如如Kyla Whisper 這次的編曲將它變得很慢 變得很低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可以將整件事都可以變成一個創作 整個編曲是轉了 我覺得是很吸引我去聽和唱 我也不懂得分自己的唱法 是屬於流行的還是會有加少許呢 Kyrens是比較自由的 當然是錄音的時候會有她的要求 例如有些位置是否需要強一點 或者有些感覺 但感覺方面其實她都加了給我自己去處理 其實為什麼我都會籌備了這麼久呢 一來錄完音樂之後 其實我自己在家都需要很多時間去練 練了我覺得是適合的感覺的時候 就去錄音室 都是去錄音室錄了 如果真的有很大問題 Kyrens才會去改我的唱法 但我對她都順利 我對她都順利 她也會給我一些意見 導致我 然後我自己的感覺也可以去到 她沒有覺得很開心 我對她的交通 都會去調校 看賞 都會去用 有些編集 招了 看一下